Hello Hello 大家好 很久沒來到COCO教則 今天跟大家分享香水 剛出來做事大家都會買不同的香水 我自己忠誠的大品牌 和淡味的香水 但當我懷孕的時候 用它們就覺得很不舒服 很吐心 頭暈 總之塞回它在角落 不要再觸碰它 上網一搜尋就發現 很多我用的香水 有吃5-15種不同的高自民 有香料 香精 會影響我懷孕 甚至影響我懷孕 甚至影響我懷孕的情況 我就會覺得 很害怕幾百至一千元一瓶 為何裡面有這麼多高自民的成份 跟大家分享有什麼高自民成份 首先有石香 甲醛 酒精 還有HICC 就是森林藍醛 其實未來歐盟 都會和大家分享到 就是會 令到那個%去到0.02才為安全 但是現在市面上 很多都是說0.3甚至0.1的 所以大家用香水的時候 不要以為 越大品牌或者越貴 裡面的成份就安全 其實以上的成份都會令到 所以香水可能是很出色 味道很長 甚至令到味道很討厚 之後我就找回一些天然的香水 我不想要酒精的話 就真的比較少 現在跟大家分類一瓶 就是沒有酒精的香水 我自己很喜歡很難找到一瓶 玫瑰味是我的最愛 這瓶還不是大家找了很久的玫瑰香水 成份裡面很簡單 只有五種成份 就是玫瑰、天竹葵、伊蘭伊蘭 大馬雪甲 還有維他命E 還有一個保濕的就是佐佐巴油 它是 你聞到是很舒服 聞得很安心 擦得很放心 因為很多濕疹肌膚 可能有些香精 它會敏飲的 這個大家用的時候就很安心 滷的時候還有一個保濕的作用 因為它是全天然 而且是用真的玫瑰精油做的 有很多時候 你當你拿這個玫瑰水取物的時候 很多時候要是用化合物質 因為拿多一點和快一點 要是用蒸藕的方法 再抽一些玫瑰花水 但是不是今次我們 我們只是專門抽這個玫瑰精油 所以會濃很多 而且要用的時候都非常放心 細細放在手袋裡 又容易補 而且塗這些位置 我覺得Tempo暖的位置 它的味道可以拉很久 當你再搓一搓 味道又回來了 非常自然和清香